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食山东家常菜大赛在济南全城路启动了 在未来的半年里 山东大厨们将为我们决出真正的山东家常味 美食山东家常菜大赛由山东省商务厅 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和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成版 大赛将深入挖掘山东地方特色菜肴 打造美食山东品牌 2014年 山东省美食山东家常菜大赛定于5月到11月举办 分初赛 复赛 决赛三个阶段 参赛作品要求突出家乡特点和家常味道 菜点制作以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为主 选出100道山东省家常菜点 并最终决出美食山东十大特色家乡菜点 本次比赛参赛选手中既有名店名家 也有普通百姓中的餐饮爱好者 评委中既有专业的美食专家 也有美食达人 知名饮食节目主持人 评分方式既有专家评委的打分 也有群众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投票评选 通过这些方式 最终选出百姓认可的山东家常菜 比赛之后呢 我们会制作美食山东地图 美食故事 通过各种渠道 对外宣传和推荐 进一步提升我们山东餐饮业的综合竞争 美食山东家常菜大赛 是山东省2014年美食山东系列活动中的一项重点工作 大赛旨在深入挖掘山东地方特色菜肴 打造美食山东宣传品牌 倡导绿色健康的大众消费理念 促进我省餐饮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自4月份以来 共举办了18场初赛 7场复赛 吸引全省890余家餐饮企业 1,500余名参赛选手和2,000余道参赛菜点参加比赛 共有40个代表队入围了总决赛 阳谷金三角美食广场作为辽城市唯一进入决赛的餐饮企业 带着他们一道创新菜橘瓜雪鱼丁参加了决赛的角逐 上午9点 决赛正式开始 现场裁判的要求非常严格 赛场上始终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代表金三角美食广场参加比赛的于荣鹤大厨的脸上一脸严肃 这是一场高标准的比赛 每个参赛团队都严振以待 比赛将在这40个代表队里面竞选出金银铜奖三个奖项 橘瓜雪鱼丁是金三角美食广场的一道创意家常菜 它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故事 这个菜出来也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那是我们应该是送菜的时候它给送错了 要的是另一种素材送送这种菜 我们发现这个原料不错 然后我们又把它想了一下 又可以雪鱼搭配到一块 就沿住了这个菊瓜雪鱼丁这道菜 雪鱼是一种深海鱼类 含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 肉质鲜美 其营养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还具有活血去淤 补血止血的功效 百合具有润肺止咳 宁心安神的功效 在争执的过程中融入了菊瓜的清香 使整道菜既营养又美味 正好迎合了当下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求 它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将菊瓜头切掉 挖去瓊 然后上锅蒸熟待用 雪鱼去掉鱼皮 盖刀切成小丁 将雪鱼丁加入少许盐 蛋清 拌入20克干淀粉上浆 腌制3-5分钟 锅中放入500克萨拉油 烧至2-3成热时 下入腌制好的鱼丁 炸至1分钟盛出 将新鲜百合窜水 锅中放入底油 然后放些水 加入1克左右的盐和味精 加入湿淀粉勾芡 将炸制好的鱼丁和窜水后的鲜百合 放入锅中翻炒几下 逞入蒸熟后的菊瓜中内即可 11点整 比赛结束 进入评委评审环节 全国知名大评委大赛组委会 邀请中国鲁蔡泰斗 严景祥大师担任评判总监 李培宇 赵建明等十位中国烹饪大师组成专业评判小组 评委席上各位评委都给予菊瓜雪鱼丁很高的评价 这个口味也比较适 鲜断比较适 而且它里边也放了百合 这样比较清淡 口感怎么样 中期效果还不错 原来也不是很高的 就是那个 鲜鱼肉 鲜鱼肉 然后这个切子重新之后 上浆花鱼 然后做一个炒的 爆炒的鲜鱼肉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 我利用这个瓜造的成器 而且这个玄熟还考虑到这个花鱼店是酥的 就还可以吃 还可以吃 所以它先把它整了一下 整一下之后 然后做好几菜 装到里边去 所以在这个鲜鱼这个手法 还是有创新 一个是有创新 再一个就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 这个营养的角度打得也比较合理 2014年11月24日下午4点 经过激烈的评选 金三角美食广场代表队的菊瓜雪鱼丁 获得了银奖的好成绩 并被授予山东省特色家常菜的称号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 新的饮食观念也促使了传统卤菜的改进和创新 在饮食的法则里 营养重于一切 对于金三角美食广场来说 这里的厨师们也凭借各自对食物的理解 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创新的灵感 我们有个产品压发小组 我们也订有了很多书籍 2002年开业 我们从2003年 2004年通过这三年的典定的基础 从2005年呢 我们在中国参与协会 每年参加这个山东省饮食业年会 然后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繁点协会 繁点协会呢 我们每年呢举行全国性的交流 我们有加入了这个国际这个美食处理联盟 就是研究财品的发展的 这个呢应该是全国得有120多家企业 每年得10次全国性交流 那么在这交流中 全国的营养是比较好的企业 是吧 那这无障碍的交流 成功从不会垂青没有准备的人 每个奖杯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付出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菊瓜雪鱼丁的获奖 正是得益于他们对于鲁菜的传承 和对创新的追求 通过出去学习和交流或者比赛的话 我们看到别人的场所 然后我们拿过来自己用一下 以前他们说的鲁菜就是黑乎乎 油乎或者红乎 就是主要口味比较重的那之类 现在我们经过什么改善 也比较像清淡或者是外观感受 看上去比较好看的那种菜品也发展 不过就在传统计法上 有一点改变 做到最好做到最精致的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餐桌文化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 民以食为天 酸甜苦辣已不单单是用来描写食物 带来的味觉反应 更是涵盖了对生活的体会 没有文化的传承便是无缘之水 没有创新的传承则如一滩死水 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并赋予它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体验 才会使传统的鲁菜文化 幻发出薄薄生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